聯邦保守黨將於9月選出新黨魁 前黨魁希爾宣布支持候選人玻璃愛 劉少倫報導 《國家郵報》報導 今天在沙省來再拿一個玻璃愛的造勢活動中 保守黨前黨魁希爾正式宣布將支持玻璃愛競續新任黨令 報導指出 玻璃愛獲得傳統保守派支持 國家認為暫時她的呼聲最高 有可能與她競爭的其他潛在人選 包括前魁省省長莊舍利等人 媒體報導 莊舍利將在未來幾天內透露她是否會參與競續黨令 到目前為止 玻璃愛得到了30多名國會議員和2名參議員的支持 而莊舍利則得到6名國會議員和2名參議員的支持 其他潛在候選人包括 2020年曾參與黨令選舉得第三名的劉逆師Leslin Lewis 而沙省前省長華爾 安省省長杜格福特 和亞省省長康尼都已經排除參選的可能 競續人選必須在4月19日之前宣布參加 並在6月3日限期前招募新黨員 最後在9月10日選出新任黨令 總統合馬國會議員 感谢观看